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年前我们用4K摄像机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 寻找现代文明社会所缺失的大自然的美 古老风景中隐藏着为人类生存的伟大智慧 清晨 是邮递员 智能手机给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发送信息 语音通话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就连这样的山区也覆盖了信号 然而邮递员在这边山区中仍然很重要 因为五六配送中最后一公里的需要 游地园每天辗转数十公里的山路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湘西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信件也许还加上礼物 传递着孝心或者牵挂 即使到了冬天 这里的树叶依然是绿色的 这里的村民生活悠然自得 而邮递员的千里之行才刚刚开始 这里的气氛与忙碌的都市相比 截然不同 凤凰古城 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 到处都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 有谁会寄信到这个地方呢 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使用书信 记录了凤凰古城的故事 他就是中国著名作家 沈从文 他出生在凤凰 自称为乡下人 他以在凤凰度过的时间和经历为基础 从事作品创作 虽然结婚之后移居北京 但是每天晚上都会在睡梦中 寻游故乡 沈从文一生 创作了许多关于故乡的作品 其中 编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深受人们的喜爱 窗户前面 就是沈从文曾经使用过的书桌 书桌上 是他曾经用过的毛笔和艳台 看着这些 我们仿佛可以闻到阵阵墨香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 比起学习 更喜欢在山上和江边玩耍 和朋友们一起逃学被发现 经常会跪在房间角落里受罚 后来的沈从文如是说 在房间里面受罚的时候 自己的想象力 仿佛被插上了翅膀一样 飞向着窗外 此时的沈从文 应该想着自己 如同那只小猫一样 被着家里人偷偷溜出去 也许 我们此刻就在沈从文的梦中 也未曾可知 这里讲的是关于沈从文所见到的 湘西的风景和他所经历的故事 大地是所有生命来生存的温床 眼前的世界无限宽广 好奇与探寻 被大自然洗刷的心神 还有通过与人相处来观察风物 心灵会思考那些老去的人 是否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为什么每当春天到来 就要离田耕地 湘西的天地是一本自然的教科书 是一棵文心能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嘻嘻嘻嘻嘻的小雨 被村子拢上一层薄薄的沙 昆虫的叫声 此起彼腹 这场景使得沈从文按耐不住 想迈出家门的心情 在湘西 每隔五天就会开集市 而且风雨无阻 集市是最适合观察人的场所 观察者的视角 喜欢乡村集市里繁盛的气氛 还有刺激味蕾的香气 在湘西的集市里 存在特有的声音和韵味 那是来自苗族女性的银饰 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 和饱含传统记忆的碑楼 由竹子制成的碑楼 承载着超越千年的历史 碑楼是湘西人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连湘西人都自称 是碑楼里的民族 苗族女性在结婚的时候 会收到碑楼作为结婚礼物 湘西人的孩子 也是在碑楼里长大的 孩子在碑楼里 能感受到母亲走路的节奏 这种节奏 他将永生难忘 胡亭贤也有着同样的童年记忆 特别回忆还是就是自己小的时候 背在碑楼里 向我们感激 就是爷爷奶奶感激 我们在那个碑楼里面 有时候别人不注意 还用手抓别的东西吃 他制作碑楼的时间 长达三十年之久 深秋时节的陀江 曾被作家用墨香点缀的风景 胡亭贤出现在那片风景中 他准备给做好的碑楼试水 他做的是可以盛水的碑楼 当然 这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 防水碑楼的制作 要从头开始了 在制作碑楼的环节中 最重要的就是挑选竹子 胡亭贤需要进入深山 寻找更有韧性的竹子 胡亭贤出现在一道好点 因为它下雪刮风嘛 就是用一笔血压呀 胡亭贤深信 是大自然主宰这一切 并怀揣着如是的初衷 生存至尽 最起码的一个初衷嘛 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边山清水秀 竹子这个东西呢 它材料还是比较多 这个时候胡亭贤的儿子 正在从城市返回家乡的路上 几年前 儿子背井离乡 到城市工作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 总感觉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很向往 如今得知儿子自愿回家来帮忙的消息 胡亭贤更是喜出望外 所谓人性到底是什么呢 在胡亭贤看来 修炼人性和制作碑楼的过程 有着异曲同工之量 都是让我们冷静 并且勇往直前走自己的路 我主要是希望他那个坚持我去 要花一定的耐心啊 这个就是你还有天赋 这个说实话 观止成能是不是 父亲通过制作碑楼的过程 来传承他的价值观 一个防水碑楼 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制作 这次儿子的参与 最大的意义 却不只是帮忙节省了时间 挂上背带 只有背楼的底部做得结实 才算做好了背楼 这次儿子的水碑楼 胡亭贤再一次来到江边 不同的是这次儿子与他同行 背楼里装满了水 这一次成功了 胡亭贤的背楼里 装得不仅仅是江水 更是规定了自己人生的大自然 父子俩也像沈从文一样 在自然中收获能引导自己人生方向的智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会因为季节的交替 被染上不同的颜色 秋季是收获橘子的季节 孩子们的记忆也被染成了黄色 虽然临近秋天 然而秋老虎依旧威力不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 即使是一根草 也有着属于它自己的颜色 有时候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 今年三十五岁的王坚 就一直寻找着他记忆中的某种颜色 虽然结婚之后的他离开故乡 在城市定居 但是到了橘子树开花的初夏 他便独自一人回到湘西的山里 邀采割田间特定的叶子 再到山林间寻找某种根块 按一定的比例收紧 其中的细节都来自口寿新川 王坚在晚下映衬的背景下向家走去 花朵在他回家的道路两旁为他送行 王坚寻找的颜色正是爷爷的颜色 爷爷曾经是印花布的手艺人 总是盼望着爷爷早点回来 早点卖完早些回来 因为他每次出去 出售卖樱花布的时候 回来才有糖 早些回来就会带着东西回来给我吃 下山的第二天要起早制作燃料 把料兰浸泡在水中一周 使其发酵 他小夜清火 什么我们在当地还有种小朋友 带他趁爱工 用那个拿地一磨 磨上去过两天他就好了 染色是一项过程复杂的工作 把各种图案印在棉麻混织布上之后 要再布上涂豆奶 花纹承载着类似幸福和健康的愿望 棉麻混织布是一种很容易上色的布料 所以需要细心操作才行 由了兰发酵而成的染料 是水桶中开始呈现出如蓝天一般的颜色 将印上图案的布放在木桶里蒸煮 在布煮好晾晒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染料了 把发酵了一周的鸟篮 形成的电缆 放进水中散开 染料中所需要的植物配比 是历代工匠几经十百 才总结出来的 闻一闻看一看 假如我今天染出来的布 是这个颜色 这个味道 在我的脑海里我要记下来 自然的色彩 是用生命并且能呼吸的颜色 我假如觉得 那个布的颜色要深一点 我就多染几遍 一般的是我要七到八点了 它颜色就会深一点 王间的四周也被染成了蓝色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区了 布染好之后 要在附近的小溪中冲洗 染布的流程从山上开始 在溪流中结束 这是到处染的植物 到了冬天 深秋过 把蓝跟鸟拿着植物 它已经铺完了 老掉了 也做不出了蓝的也冲蓝了 可能就是 到不然应该也给我们的薪 被自然的色彩 浸染而成的布料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发生褪色 人的一生 似乎也与此相似呢 对于王健来说 跟随季节转换 与山林一起 生息调节 这种名为染色的工作 是自己去追寻幸福的过程 被物质左右的人生 是可悲的 然而王健对自己拥有的幸福 到底定格在哪一个瞬间 有着明确的了解 对于王健来说 真正的幸福 就是他的家人 在童年时期 爷爷曾为他做过的事情 他都想要从头到尾的 为儿子做一遍 过了今天晚上 王健就要回到他城市里的家 同家人一起度过冬季 到了明年初夏 王健还是会独身一人 来到这个地方 外面的世界 正在越来越紧地勾连着这里 山里的世界 也在走出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循环 但大自然教给这里的法则 依然盼涂着故乡的气息 勤劳 坚韧 不被物质左右 以及去体悟自然 响应它的召唤 这些承袭自昨日的一年 也许是现代文明 远离自然之诗 需要用心去倾听的 望得见的山 看得见的水 永生难忘 是香愁 沈聪文梦里的故乡 之所以刻骨难忘 源自于此吧 光无人 中先 梦 湘西 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 渦 双 呦 巳 这里生活着三亿多年间 木稜 虚 rehabilit Bear 生物格神秘生命 Katherine 米 两年前 我们用4K摄像机 记录了这里人类玩影的繁迹 生命的源泉 激烈的生存舞台 过去 和现在 之间的纽带 展现丰富多彩的水之王国 湘西 一整夜的雪 让湘西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面纱 整个世界也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 这个地方 矗立着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 数亿年的时间中 无数次被白雪覆盖 这里的山水 独一无二 即使万物冰封 依然会孕育灵动的生命 山谷下面 一片漆黑之中 有新的生命在苏醒 也有小生命破乱而出 新生命的诞生 总是伟大的 万物复苏的初春 峡谷间 荡漾着清脆灵动的音符 一只古老的生物 寻生而来 它是一种有手有脚的鱼 是被称为娃娃鱼的荣源 因为常年栖息在黑暗中 它们的势力退化了 但超强的听力和触觉 让它们的捕猎十分迅猛 娃娃鱼的下额非常有力 甚至可以咬断人的手指 但对于卵石 它还是无能为力了 在水深两到三十厘米处 生活的娃娃鱼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式 据说 它们从三亿五千年前的恐龙时代 就生活在地球上 它身长 最长可达两米 有记录说 可以活一百二十多年 但它现在 却是濒临灭绝的两栖雷动物 因为娃娃鱼 只能生活在一级的清水中 水质稍微恶化 娃娃鱼就会选择离开 对于娃娃鱼来说 寻找清澈的水 是生存本能 但这个过程 并不是那么简单 有几只娃娃鱼游到了张家界 几个月后 它们会在这里 交配繁殖 到时候 会有许多新的娃娃鱼诞生 这片清澈山水的品质 会让新生命 再次吸取灵气 成就娃娃鱼的循环 水是生命之源 翻腾的细小水珠 遇到冷空气 凝结成雾 飘到空中 化成雨 大地 因为雨水而生动 多雨的季节来临 湘西腹地中 一片红色石林 正在发生着变化 红色的岩石 因为雨水 而逐渐变黑 等到天晴 石林 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红色 这片色彩不停变换的魔法石林 在当地被称为红石林 岩石和峡谷 会随着天气 时间和季节而变化 纯净的雨水 是造就这一切的魔法石 这片岩石林 并不是单纯的岩石 它们保存着时间的传说 四亿五千年前 这里是深海 因未知的力量 让沉在海底的红色碳酸盐 变成了陆地 数亿年间的风雪雕刻 来不及逃走的鱼 化作大地的年轮 遍布在这片石林中 这片湘西的石林 因雨水而灵动 因时间而具备灵魂 太阳升起 河流被染成金黄色 生命是水孕育的精灵 流动的水脉 让湘西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许多独特而又稀有的动物 在这里繁衍生息 它有长长的尾巴 和酷似狐狸的外表 被称为飞狐 飞狐用锋利的爪子 在树上自在地游荡 它是石草洞 烤吃嫩叶生火 飞狐会在树上挖洞 飞狐挖的洞是它的爱潮 传说飞狐是神话里的洞 爬到高高的树上 摇着尾巴 那是它为了飞行而做的准备动作 不久之后 飞狐展开隐藏在身后的翅膀 从高高的树上跳下 自由地飞行在山林间 它要飞往哪里呢 这神话般的灵洞 惊鸿一瞥在湘西的山林里 在这平衡的山林中生活着很多污垢 几十只蜜猴集群而聚 主要靠着昆虫 嫩叶 水果为生 猕猴不仅是爬树能手 还是游泳高手 游水流域 这里的猕猴每年都渡一次河 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然后跳进水里 果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猕猴冒着生命危险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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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離開沒有食物的地方 到另一片土地 這是在給樹林休養生息的時間 一年後 大自然會恢復到原來的樣貌 彌虹群會再次回來 翻過這座大山是人類的聚集地 在這裡猴群將面臨新的挑戰 他們的目標是人類的糧食 這需要猴群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咬晃樹枝 是猴王給猴群發出的危險信號 但並不是所有的彌虹都需要如此的辛苦 石治安是位職業的養猴人 餵猴已經有二十年了 每年他都會去照顧渡河而來的猴群 這兩隻猴群是去年猴群離去時遺留下來的猴猴 如今成了石治安的家人 以前石治安的家人都在做猴群 都懂了我的 我是他們的主人 叫他們做猴群 叫他們喊猴群 叫他們養猴群 叫他們幾乎猴群 叫他們幾乎猴群 早就他們回家 我們睡下的猴群 睡著十二個 一十二個 我喊到你怎麼做呢 對猴群的保護 讓捕猴早已成為歷史 但二十年前的機緣 讓石治安學會了與猴相處 這一次他準備讓這兩隻猴子回歸猴群 一個月前 新的一群猴渡過河 在村外的崖壁上居住了下來 石治安開始嘗試接近他們 大洞灌 大洞灌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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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過來 快過來 這段崖壁經過簡單清理 作為通往猴群的通道 即使是灌走山路的石治安 也需要加倍小心 這已經是第二個刑期 大洞灌快過來 快過來 快過來 快點到 快過來 這次 石治安帶來的是 猴猴最愛吃的玉米 花生和紅薯 剩下來的就是等待 即使最了解猴猴群的養猴人 也不能確定猴群是否會來 快點到 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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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没有看上石志安带来的猴子 石志安并不着急 任何一件事情的改变都需要时间 也许需要很久 也许就在明天 水穿越山林建筑人烟 从大山深处带来的滋养 渗透着纯净 自由与友善 江水边 生灵们又有了新的关系 它们开始了合作 有着灰黑色羽毛的鸟就是如此 渔夫从十岁开始和卢慈一起工作 主法在河中央挺稳 像往常一样 渔夫开始捕鱼 卢慈是最佳搭档 卢慈的羽毛很容易吸收水 所以卢慈善于潜水 弯曲的嘴是锥形的 所以利于捕鱼 卢慈捕刀的第一条鱼 是属于自己的美餐 从第二条鱼开始 是渔夫的 通过控制食道 渔夫不让他把鱼吞下去 卢慈是水中的高手 可以下水到二十米深的地方 潜水一分钟以上 这既像是工作 也像是游戏 给渔夫带来一定的收获后 渔夫会解放如此 让他们回到江里尽情的赤鱼 其实在天气糟糕 或者卢慈病了的时候 渔夫也会尽心照顾他的伙伴 他和卢慈就这样共生了四十多年 如此捕鱼 湘西江水上的合作 这位老人 是这条江上坚持着这种合作的 最后一位渔民 也许今后 山林间这林洞的水 会带来新的合作方式 粗广嘹亮的声音 是原水上的耗子 这是独暑传宫的歌声 共同的音节带来发力的节奏 对机体的力量 似乎也带来激发 顺江水而下的放牌 曾经是这里主要的影响 编好的木牌顺流而下 伴随放牌耗子的回响 上下五百公里的河断边 水流与歌号纠缠在一起 仿佛天然就该如此 水造就了湘西的地貌 人们顺应它的力量 营造自己的生活 这种木制的水车 一千七百年前就出现在这里 巨大的水车 直径有十四米块 利用水的动能 每天摇起六百多吨的水 输送到农田中 也可以用于碾磨谷 水车带来稳定的水和能源 这是湘西生云与自然的对话 从矮矮冰雪下融化的水滴 到雨雾蒸腾 临间小溪 直至渐入人烟 逐浪至远 相生与相助 清零与柔弱 围绕着它所滋养的 是纯净 自由 友善 文明 这里是湘西 一个水边的故事 以放阴水 灵动的天地 湘西 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 这里生活着三亿多年前 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体的小宇宙 两年间 文明4K摄像机 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 大自然 馈赠给人类最好的领 大自然和人类 共同创作的传统美食 如若先进 世外桃源般的张家界 数亿年前 竟是一片汪洋大海 真是难以置信 连日来的音语 让数学里一脸愁容 不能上山采摘 意味着没有了收入 从小就是一二十岁的时候 就采盐尔 它是清凉退化 没有电冰箱的时候 它那个 你采里面放一点盐尔 不别位 清晨 数学里凭借多年的经验 它决心冒一冒险 因为今天 可能是这一个月来 最好的天气 这里并没有上山的路 它是怎么上去的呢 我们带绳子的话 绳子逼到肩上 我们双手爬上去 爬上去以后下去 把绳子挤到身上 上面挂在树堂上 往下下 从悬崖边上下来 只借助悬崖上的树木和绳子 从这个万丈绝壁上下来 听起来 就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树 岩壁上长的树很结实的 自己都看好 不要粗心杂业 它在悬崖边上 采摘着什么东西 这些像枯叶一样的东西 叫做掩耳 那时候 社会工资的话 只有 一块五毛钱一天 那时候我们的掩耳 一斤掩耳 就换上 就是三百多块钱一斤 掩耳生长的速度 年均不足一厘米 长成这样一丛 需要三十年以上的时间 它被独特的生长环境保护着 避免了动物啃食和人类破坏 只有身怀绝迹的人 才能采摘得到 六十五岁的速学里 有着整整五十年采掩耳的经历 使用世代相传的方法 速学里与张家界 生长掩耳的山壁间 早已有了某种默契 回到家 需要马上烧水 在悬崖边上采摘的掩耳 干枯一碎 这是地道的处理程序 天气晴的话 就是很干 采的采上去 一却就碎了 但是用水一罚 拿着水 洗的时候这么采 它就弹心了 这就是丁丁的盐 往干枯的盐耳里 倒入开水 并用手揉搓 就会使其变得柔软 变得柔软的盐耳 会散发出一股香味 现在价格比较贵 我现在没以前而已经 一息为贵 刚刚采摘的盐耳 被速学里以最快的速度 卖到了山下的大酒店 厨师是处理盐耳的能手 无需复杂的烹调 猪肉和盐耳 是最合适的搭配 它含有丰富的纤维 可以抑制人体 对胆固醇的吸收 锅里放入植物油 再放入大蒜 调料和猪肉一起炒 放入足够的水 再放入盐耳 把食材和调料充分混合 一盘盐耳炒腊肉 便出锅了 悬崖绝壁的漫长孕育 加上勇气与记忆的耐心求索 造就了大山里的这位 地道山珍 到了夏末 整个湘西 依然是被绿色覆盖着 无论早晚 云雾都笼罩着整个山村 这里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云雾缭绕 在湘西 梯田里 养殖着类似鲤鱼的淡水鱼 稻花鱼会通过游动产生氧气 供自己呼吸 它能吃掉水里的害虫 有利于稻子的生长 鱼的粪便还是上好的肥料 秋天到了 云雾消散 湘西的农民都忙着秋收 收割完的稻子 要在太阳下暴晒两周 秋天 这里的昆虫也都出来晒着太阳 农民挑着担子出门 秋收时节 稻花鱼还有别的用途 农夫要把稻花鱼捞上来 放好庄鱼的竹篓之后 开辟一条水路 放出稻田里的水 这个波及是为了捞上稻花鱼 在这个鱼类动物稀缺的湘西山村 稻花鱼是很珍贵的食材 对于湘西人来说 比起河水鱼 稻花鱼更为珍贵 口感更佳 所以做鱼的时候 也不能随意用水 必须使用梯田附近的山泉水 农夫要用梯田里生长的鱼 和梯田变的山泉水 来做湘西传统美食 收拾好的鱼 要从中间切成两片 厚度和手指宽度差不多 为了保持鱼原有的味道和口感 切好的鱼里面 除了盐 其他的什么都不放 但是为了消除腥味 要放进几片鱼香叶 一起炖煮 煮鱼 煮鱼必须用小火 等鱼汤变成乳白色 就可以捞出鱼肉 在鱼做好之前 农夫不会离开灶态 他要不停地确认进度 煮好的鱼装入盘里之后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 农夫带着煮好的鱼 要去一个地方 农夫把装着鱼肉的篮子 放入小溪中 在炎热的夏天 农夫要借用山泉水清凉的磨法 鱼肉中的胶原蛋白 在清凉的山泉水中 会凝固成冻状 美味在时间的沉淀中产生 过了几天 农夫回到山泉边 庄鱼的篮子 一直在溪水中 接受魔法的洗礼 在这里 即使有人看到他 不是自己的东西 就不会有人对他起贪念 鱼肉变成冻状了 农夫拿着鱼冻回家了 这是农夫与大自然 共同创作的美食 吃鱼冻的方法很简单 在大自然加工过的鱼冻上 放入一点剁好的辣椒碎 就做成天下第一美食了 当天晚上 终于可以品尝 大家期待已久的鱼冻了 它来自大自然 是大自然的产物 湘西人的饮食很简朴 从食材获取 到加工方式 以及贯穿其中的顽固口味 湘西人都执着于大自然魔法的这种直接 简单 却有效 孙女就要去上学了 奶奶急着把剁椒装入玻璃罐 老奶奶装的剁椒 会陪伴小女孩接下来一周中的每一餐 湘西的山河绝壁 很是俊俏 孩子们的上学路也是曲折无穷 越过山河绝壁 路程遥远的孩子们都要住在宿舍 所以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藏着一个宝物 叫堕椒坛子 云南河终壁远的孩子们都要住在宿舍 《海水》 そ穿本车子 brauch车子 倖手 自然平台 以后 上课的时候 即使在用手指写字 孩子们也都在想着另一个东西 就是书包里的剁椒 到了中午 桌子上面就会摆出简朴的饭菜 只要有家里的剁椒 一碗米饭很快就能吃完 现在大多数的孩子都喜欢甜品 但湘西的孩子们要先学习吃辣 吃着吃着就对辣味熟悉了 这一生所有的经历背后 并不都是甜味 更多的是辣味和苦味 孩子们步入社会后 多交流给他们的辣味 会成为他们逆风前行的勇气 山洞的环境是天然的温床 林里三月初三 是洞族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还在通道县人民医院实习的洞族姑娘 史丽芬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妈妈就问我说要不要就是丁清 相亲在这个19岁女孩心中 还是一个遥远的未知 可是在母亲心里 自家的姑娘没着落 自然寝食难安 扭不过母亲的史丽芬 还是准时回到了那个养育她的小山村 村口出传来隐约的音乐声 到了鼓楼的时候 乐声会变得响亮 一群村民吹着炉声穿过村庄 炉声是洞族的传统乐器 村民们知道音乐是爱情的表白曲 因此求爱一事的开始标志 是男子们吹向新做好的炉声 对于这些正直花季年龄的少女来说 今天是非常浪漫的一天 洞族女孩子们手拉手跳着舞 这是名叫月地瓦的洞族传统习俗 其实是一场洞族的传统相亲会 女孩子们围成圈 手拉着手多一 小伙子们围着女孩子们 转着圈唱着歌 心里面又怕没有人抢 如果没有人抢的话 那不是很丢脸那样子 然后又怕自己心仪的男孩子 又没有抢到 村民们晒着太阳 围观着少男少女们相亲的过程 洞族人不管是谁 都可以通过月地瓦的仪式 寻找对象结婚 马上就要到配对的环节了 男孩子要在纷纷散开的女孩子当中 抢到自己的心上人 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为了坚定彼此的心 当天晚上 在鼓楼里会为年轻男女举行向亲眼会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紧张又兴奋的表情 就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复杂那样子 月地瓦相亲会中 吃也是一种有着讲究的仪式 年轻的男女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同时寻找自己的心上人 如果有中意的人 就要主动给对方喂东西吃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有有有 蛮多 有四五个吧这样子 然后就问我爸妈情况就问我 我觉得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聊不来 反正是没有那种男女朋友之间应该有的那种感觉 每年都要举行月地瓦相亲会 如果今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明年可以继续相亲 收获或是失落都将成为回忆 有是有啊 可是我就说被人家拐了啊 几天后 在月地瓦相亲会找到对象的青年男女就会约会 这是一场村里人都知道的公开约会 他们约会的场所竟然是块小山地 洞族村里会为月地瓦相亲成功的年轻人提供山地进行集体约会 他们一边储地 一边博种 施肥 这也是在谈恋爱 这个时候主要是种植马铃薯 大豆或者是棉花 月地瓦是动足语 是共同种植的意思 在这里可以看出 月地瓦仪式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种地 男孩子看女孩子的话 肯定是看她勤不勤快 而第二个是女孩子看男孩 一般就是她关不关心你 如果说就是两个人在干农活的时候 男方有的时候会心疼一下你 那女方心里就会更好说一点 就像我们两个人 一个男一个女的谈恋爱 也是刚同月地瓦 慢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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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后面到了启文这种地步 像我们东地也是像东斗子一样的 相互了解对方之后 约好秋天的时候 一起来秋收 月地瓦仪式 维持一年 仪式结束后 男女可以继续维持这段关系 也可以选择分手 如果一对情侣成功结婚 他们会在婚礼当天 用夫妇二人亲手种植的大豆 做成茶来接待客人 看似复杂的婚恋习俗 渗透着大山里相处与分离的讲究 史家小妹显然没有后悔听从了妈妈的劝说 在全村人的祝福中歌舞 在拥挤的长桌上喂食 以及在一起劳作中呼吸大山的气息 这里是湘西 山与人之间早已有了某种默契 它是孩子们的第一口滋味 它是堕胶中时光沉淀 它是求爱中共同种植的本意 某些原始需要直觉 湘西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 这里生活着三亿多年前 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体的小宇宙 两年前 我们用4K摄像机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 冲击味觉 刺激味蕾的湘西传统美食 已经升化为绚丽多彩的味觉艺术盛宴 凤凤古城 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优美的景色 以及因此而来的便利交通 多少让人忘记了这里曾经的崎岖 但有种与崎岖相伴相生的味道 还是在这里固执地承洗了下来 在阳春雷的记忆中 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也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很多年代留下来的 特别它的锅巴是最好吃 很香很香的 在大米和糯米中放入腊肉和蔬菜一起炒 然后焖一段时间就完成了 阳春雷记忆中的味道就是凤凰舍饭 这是一种让人产生饱腹感的食物 初次品尝多少会觉得油腻 曾经穿行山路 过五不时的需求累积出的加工方法 也塑造了凤凰人今天的口感 阳春雷的记忆中 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就是炒酸肉 将鲜肉切成小块 蘸上米粉之后 夏天放置一周 冬天放置两周左右 肉在毯子里面发酵 之后肉就会有酸酸的味道 老话说 就像我们这个外面苗厨 不吃酸 三天不吃酸走漏打捞穿 就走漏都走不平稳 炒酸肉的时候 要用香西特有的方法 就是放很辣的辣椒一起炒 它那个口味呢 吃起来呢 带一点酸酸的 开胃香 肉香酸 第一口吃下去是酸 回味的是香 它就酸的 酸香酸香的 到这里 自然就像端起酒杯了 大自然赋予了香西太多的礼物 由于常年云雾缭绕 湿度较高的香西 具备了最适合酿酒的条件 一大早 龙八悠就站在了家门口 村外的路断了 酿酒的粮食送不上来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他显得有些着急 龙八悠开始忙碌了 在湘西酿酒的主要原料 是玉米或者大米 随着季节的变化 酿出来的酒也不尽相通 龙八悠酿的是以玉米为原料的 52度的包骨烧 这是用祖传下来的秘方 酿造的传统酒 把煮熟的玉米摊开 蒸发水分 为了加速水分蒸发 放入酒区并混合 发酵的时间因季节而异 比起夏天 冬天需要多花一天时间酿出来 玉米酒的好处就是喝完酒 味不难受 把锅子夹到蒸子上面 下面里面摆个草草 锅子上面放入水 放水的它就冷血 冷血在锅底底下 它就滴下来的蒸鱼水 那就是酒了 从大桶里流出来的一滴滴的水珠 就是玉米酒 我们喜欢吃的千锅的酒 千锅酒他们认为口感好 香味重 它在千锅它出酒类 稍微低点 但是它的酒的质量好 我们就求人求质量 我们不求数量 这一锅投进了三百斤玉米 留下了一百斤的酒 龙八幽却觉得 这套工艺刚刚好 提高产量 是它从未走过的捷径 今天晚上的饭桌上 当然也不能少了酒 酸辣椒和辣肉 是最好的下酒菜 湘西的女性也很能喝酒 她们说喝好酒如饮干露 一杯酒能感受到自然 也能感受到时间的沉淀 还能感受湘西 只求最好 出冬 空气微凉 杨才良很早就起床 在雾气缭绕的山上赶路 一边是湖南 一边是贵州 一边是广西 这个叫做三神坡 它在寻找竹笋 这里的竹笋很特别 这段时间酒也会比较寒冷 它到中间还挡住这个绳子 所以它跟任何的绳子就不一样 一般的竹笋它是空心的 这一种竹笋它是直的 就实行走 它与十天左右就长成竹子的普通竹笋 有很大区别 即使在竹林里不停地寻找 也很难装满一个竹篮 大自然总是对勤劳的人不吝慷 这天老杨竟别有收获 他在一棵树下 发现了成片的野生寒菌 这正是环境越恶劣 收获越丰富 采摘的食心笋要直接收拾好 因为食心笋的新鲜度维持的时间比较短 早上采摘的竹笋到了晚上味道就变了 食心笋的口感很特别 越是珍贵的食材 做法越简单 为了保持食材原有的味道 在切好的竹笋里只放入一点辣椒碎 再撒一点盐进行腌制 这就是湘西地区的代表性美食 这种滋味的地道 源自采摘这种食材的新鲜 湘西有大自然创造的特有的味道 在婚礼聚会等场合 有一道美食是必不可少的 湘西的女孩子都想嫁给有这种美食的家庭 这种美食越多 说明家庭条件越好 在湘西的农家或者饭店 很容易看见天花板上挂着这种美食 它就是熏烤的腊肉 赏料 火候 时间控制完全靠它二十多年的经验 经验在湘西人眼里就是一种肌肉自觉 湘西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是它的气温 它的空气的石头刚好有利于那个腊肉的腌制 自然发酵 腊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以前没有冷藏保鲜技术 所以在肉上涂抹香料 把生肉做成腊肉来保存肉类食品的传统就产生了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家远近闻名的腊肉作坊 仍旧保持着美道工序的纯手工制作 虽然这意味着时间的浪费 我们以前走上了都是有做腊肉的配方 一般的我们都是用以前的那些香腥料的中草药 再添加一些现在的那些花椒 辅助一部分 含一些白糖 这些东西 盐制的话根据气温来大概是十天左右 盐 山草和桂皮等材料是制作腊肉的配料 做腊肉的时候 这些配料是必不可少的 在切好的猪肉上面 涂抹配料是为了消除腥味 涂抹好的猪肉要放在罐子里保管 在罐子里腌制一周到两周之后 挂在外面使其自然风干 像这样让肉风干之后再进行熏烤 熏肉的腌也是决定腊肉味道的重要因素 产生的烟味浓重又持久的木柴才最好 像我们用的一般的话 都是白纸树 葱树 茶子树 茶子壳 柑橘皮 还有刀壳 在这里都是可以熏烤腊味的 有些材料是不行的 腊肉一般在冬天到三月份的时候制作 这与火炉和灶台在烧火做饭的同时 还能供暖的传统有关 经过烈火和浓烟的洗礼后 肉里的蛋白质依然存留着 火会有一般的温度的话大概就是 大部分你要靠近冷烟开始的时候了 你要稍微温度高一些是把它的水分做干 制作了一个月的初始腊肉 经过再次火烤就能去掉表面的异物 这样它就成了上好的腊肉 它一边好腊肉就像浮火星一样的看起透明 你吃到嘴里那种有种脆脆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 腊肉的味道会更加香醇 这便是象征着香西的美食 用双手固执地坚守才能保留下来的原汁原味 秋天过后冬天就会到来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香西的大自然是美食的宝库 树木是上好的柴火 春节前的某一天 香西人要上山准备柴火 主要收集红杉树枝或者梨树枝 虽然现代能源已经进入到这里的千家万户 但在苗年期间 有柴火做饭以及稍忘的火糖 才会有年的味道 每一年我们的这个辣椰二十次 我们的苗年 所以把那个栽烧了以后 就包一下子 来年就是这样烘掉一顺 这个是从很久以前传下来的传统 他背着柴火去往的不是回家的方向 他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神龙洞 洞里已经堆满了柴火 这些是全村所有村民的柴火 这里的人每家每户都把收集到的柴火 储存在这个地方 谁也不会弄混位置 勿把别人家的柴火拿走 很久以前 有在这里祈求怀孕就能成功怀孕的传说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 这个洞就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地方 之后就出现了在这个神圣的洞堆满柴火的船 陆统收集的柴火要保留半年时间 洞里的柴火都是春节的时候要使用的年柴 柴火的柴字象征着财产 所以把春节使用的年柴放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为的就是祈求明年的好运 男人背着年柴走在回家的路上 下山时背着的柴火的重量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 我年轻的时候可以看过接近两百斤 临近苗年 一切准备妥当 可是龙云海看起来还是心事重重 在外打工的弟弟说好今年会回家 团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最大的期盼 今天用这些柴火准备年夜饭 并温暖这冬季的夜晚 调回来以后就讲 就是我们一直讲要多调一点回来 就像我们一直这个日才带回来以后 我们一直要够用到整业锅整业事物 春节是大部分中国人回家团聚的节日 弟弟龙云江从城里坐数百公里的火车 才回到家 久违的湘西老家 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论什么时候 都是令人怀念的景象 小时候在这条路上和朋友一起玩耍 一起上学 好久不见的房子和父亲 也都是老样子 春节前一天 湘西人的饭桌上少不了腊肉 湘西的冬天冷得刺骨 家人都围坐在火堆旁 几年前 村里面开始通了电 但是在新年里 人们依然用火堂烧饭 炒菜 熬汤 所以它的火来它是比较均硬的 所以这个煮房和炒菜 煮出的房和那个炒出的菜 都是相当香相当够够的 食物的味道会因火候而异 汤必须要在小火上慢慢熬 才有味道 用火炉做出来的米饭 吃着更香 火堂散发出来的热量 温暖着整个家 湘西人认为火越旺盛 人和财就越兴旺 家门外已经开始放鞭炮了 家里面 湘西 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 这里生活着三亿多年前 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体的 小宇宙 两年前 我们用4K摄像机 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 大自然的季节 人类的季节 湘西的山林 守护着独特的生活方式 以及传统习俗 潘梵很有想法 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街上有条件事 湘西 天地渐流淌着诗意和灵性 洗涤着心灵的质朴和纯真 或因为山地险峻 峡谷纵横 或因为感受的生动与美丽 对生命的理解 在这里孕育 一大早 杨春花一家就忙碌起来 女儿要嫁人了 这些嫁衣 每一件都是杨春花亲手缝制的 她们将是女儿出嫁时唯一的嫁妆 每个花窑女性都是刺绣高手 刺绣在花窑又被称作挑花 所以花窑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刺绣的含义 这是在花窑女性间代代相传的记忆 连同嫁衣一起 这门记忆也要传给女儿 在花窑 婚礼仪式在女方家举行 迎亲的队伍上门了 这群男人挑着彩礼 是婚礼的重要角色 她们都是梅人公 这是由男性担任的角色 梅人公上门 首先要祭拜祖先 红伞和公鸡要用在这里 挂好这些 寓意着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唢纳吹响 刀场的人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祝福 到了这个时候 嫁衣等来了自己的主人 新娘沈千妹迎来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 女儿穿好嫁衣 妈妈才能进屋 似乎有很多话要讲 却又很匆忙 但沈千妹能听懂 我这套嫁衣是我妈妈准备的 然后这一套 其实我妈妈花了几年时间帮我绣的 她希望我出嫁的时候美美的 其实嫁衣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都是充满了我妈妈对我满满的爱 正式开餐时 所有人包括妈妈都要离开婚房 只能剩新郎和新娘 有两人来分享这一桌子的生活甜蜜 感苗的时候认识的 她远远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又走近了 然后她就对我唱歌了 就是这样认识的 后来回家了 她就请门人去我家做门的 以后只要她对我好 我对她好 以后生活平平淡淡的就行了 这个时候 外经的仪式会进入高潮 打尼巴 娘家人会从田里挖出西泥 用来涂抹没人工 这个时候 没人工一把越多 就意味着新郎新娘的生活会越新了 花摇送亲 是湘西最美的一道人文风景 伴娘们打着红纸伞 她们需要穿上各自结婚时曾穿过的嫁衣 这种习俗是为了给予祝福 传递给今天的新娘 让她走上新的人生之路 妈妈只能送到村口 做最后的道别 接下来的路 女儿要自己走了 沿途越来越多的人 自发地加入到送亲的队伍 像古老的梯田间 画出的一道美丽的红 红红红伞下 那一件件妈妈缝制的嫁衣 那由幸福的期盼 所散发的光彩 构画出这片体田的美丽 在湘西 人们遵循祖先的教诲 沿袭固有的生活方式 居住在湘西大山的土家人 他们长期辛勤劳动 用勇气和智慧创造生活 他们把土家仙辈们 鱼猎 农耕 及婚姻习俗状况 用舞蹈的方式记录下来 这支舞被叫做毛古斯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 被誉为中国舞蹈和戏剧的火化石 老人叫彭南青 他是土家毛古斯国家级传承人 13岁开始学跳毛古斯 直到步入暮年 彭南青从来没有尖端过毛古斯表演 今晚他要再次登台演出 土家族没有文字 他们是通过歌舞来传递文明的 所以每一次表演毛古斯 对彭南青他们来说 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他们不是简单的跳舞 他们是肩负使命的传承者 在湘西 人们遵循祖先 承袭着对自然的理解 对这些理解的传承 从习俗信仰到记忆与匠心 其中种种精益 需要时间来沉淀入心 家里增淀了一位新成员 他是龙吉堂的重孙 带着银室虎头帽的小家伙 无论多吵闹 只要太爷爷敲打的声音响起 他就能很快的入睡 铁锤与银的碰撞声 就是最美的摇篮曲 银室是苗族文化的代表 被称作白色图腾 在苗族 要想成为银匠 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 还要具备高贵的品格 因为每一件银室的制作 都饱含着银匠 对美好生活的感悟 龙吉堂是一位苗族银匠 打造银匠的手艺 传自他的爷爷 这一家世代都是银匠 按照传统 家族中新生命诞生 长辈要为其打造一套银饰 这一套银饰 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彩礼 或嫁妆 这是龙吉堂出生时 他爷爷给他准备的 娶媳妇的彩礼 爷爷的作品 龙吉堂的老伴 已经使用了整整六十年 接下来的日子 龙吉堂要完成这个任务 今天是赶集的日子 全家人一大早就忙碌着 龙吉堂要把平日打造的银饰拿到集市上贩卖 换到的钱用来购买原银为重孙打造银饰 打造一套结婚用的银采礼需要的花费不费 但这样的负担对于龙吉堂来说 却是甜蜜的 这里面有生活的意义 龙吉堂一家在这个集市卖银饰已经有数十年了 对于苗族人来说 银饰不仅仅是首饰 更象征着祝愿和幸福 孩子们与银饰一起成长 结婚时也必须带上银饰 像眼前的这位小伙子一样 年轻时的龙吉堂也给老婆送过银饰 在苗族 这是每个男性都会做的事情 赶集结束了 每次赶集回家 龙吉堂都会为老婆买一份包点 这是她最爱吃的小事 老婆陪她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不求富贵显达 只求一直这样有着朴实的幸福 几个月后 龙吉堂为崇孙子打造的银饰完成了 龙吉堂不善言语 所有对崇孙的关爱都被她刻进银饰的纹路里 感受苗族的银饰不用去触碰 也有隐隐约约的声音 这声音有时就像春天少女们的笑声一样悦耳 有时又像初夏准备结婚的新娘 娇秀的新生一样清凉 湘西人理解的生命是美丽而鲜艳的 不仅需要洁白的银饰 也需要多彩的刺绣和织景 每一种色彩的融入都包含着对美的理解 技巧与心境 完美地投入在没有图纸的织布上 一根线配错都意味着重来 这种最极致的色彩 是专用于女孩一生中最美的时刻 长长的锁桥横穿山谷 经过锁桥就是彭济京的家 迈向人生最后一个季节的彭济京 五十多年来 一直守护着一个传统 师傅掌鼓 节奏用来指挥穿梭 动作和表情要欢快 最重要的是要笑得开心 这种排练隔上几天就需要来一次 彭济京的孙子十岁 虽然也喜欢摆弄爷爷的乐器 但对爷爷的舞蹈 小男孩并不感冒 因为这种舞蹈叫做跳丧 显然在孙子看来 死亡还是个陌生的话题 生时喜酒 死时歌 理解这种土家的传统 孙子需要长大 一大早 彭济京要准备食物 孙子去学校 有两个小时山路要走 需要保存好食物的温度 或许昨晚的话题太过沉重 一路上 爷孙俩没怎么开口 彭济京决定 不再强求孙子学跳丧了 顺气自然就好 正如大自然中会有冬天的到来 人类的命述中也会存在着死亡 这是谁都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规律 但一定要开心的欢笑和舞蹈 这是土家人对死者最大的祝福 也是劝慰生者好好生活 这是彭济京的使命 或许有一天 孙子也会明白 孙子也会明白 请不吝点赞 牧阳 一個生命傳遞給另一個生命 這是自然的傳遞 是爺爺等待你長大的心情 是陪伴你入夢的敲擊 是媽媽縫織的嫁衣 這裡是湘西 因為有你生生不息 湘西 位於中國湖南省西部 這裡生活著三億多年前 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體的小宇宙 兩年前我們用4K攝像機記錄了這裡人類文明的痕跡 兩年前我們用4K攝像機記錄了這裡人類文明的痕跡 湘西的變化 按不同的速度流逝的時間 在無盡的道路上 奔波在各自生活軌跡上的人們 三億八千萬年 自然用人類不可想像的時間 塑造了中國湘西風貌 一萬年 一萬年時間沉澱的天地精華 瞬間綻放 會是什麼樣子 在湘西最具代表性的大峽谷上空 一座世界上最長的玻璃大橋剛剛落成 以前所未有的視角釋放出大峽谷的全景 這種震撼將它放大成世界級的關注 離此地不遠 另一座嵌入山體的巨大建築 也在用瞬間綻放的原理 展現視覺奇蹟 在這裡 通過一百五十四米高的山體 再通過一百七十二米高的戶外懸崖 只需六十八秒 視角就被抬升三百二十六米 上到峰頂 這是世界最高的戶外電梯 百龍天梯 億萬年天地的魅力被濃縮釋放 其震撼發散出世界級的吸引力 是釋放給外部的吸引 是這片被時間凝聚的土地 置身其中 這方天地 與其供養的生靈一起 又將開啟 怎樣的命運 大山深處 龍山至里耶的二級公路正在修建 公路途徑一個名叫切壁的村莊石 被一座大山擋住了 在湘西 這並非是一段驚天動地的大工程 然而對於匡義河來說 意義非凡 作為這段工程中唯一的爆破手 這是他第一次擔任爆破任務 能否成功 今天是關鍵 八月的龍山 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間 匡義河出發了 在到達爆破地點之前 他要翻越好幾座大山 行走在陡峭的山路 身旁就是懸崖 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 每一刻都是挑戰 這是勇敢者的舞台 龍山位於湘西的最北邊 境內海拔超過千米的大山 五百多座 環境封閉 相對貧困 國家精準扶貧帶動的摸索 讓人們覺察到這片山林的潛力 這種從山石中開闢出來的土地 是種植食用百合的沃土 憑藉政策支持和村民們要脫貧的幹勁 現在這裡食用百合的年產初 已經能占到中國市場的五分之一 但還有一個問題 一直以來 當地的村民依靠最原始的運輸方式 從切壁村到縣城 往返一次需要兩天 每年收穫的季節 村民們都要在這條山路上 往返數百次 連綿的大山在給村民賜予了豐富物產的同時 也制約著他們的發展 山裏要修路了 狂一和和鄉親們叛此已久 狂一和來到了爆破點 在下懸崖之前 打莊 記繩結 每一步都不能出錯 按照土家人的習慣 工友們給他記上了祈求平安的紅絲帶 清理完牙壁 匡一和開始鑽孔 安放炸藥 又到了百合收穫的季節 大山裡木葉聲響起 習慣了早起的土家人 開始了一天的忙碌 今天買家的訂貨量有點大 匡一和要當天送大 他騎上了新買的摩托車 和同伴們一起將百合運出去 這裏的閉塞正在打開 雲層覆蓋著的世界 旗下是跨越德康大峽谷的矮寨大橋 這是世界上橫跨峽谷的懸索鋼岩橋之最 也是多山的湘西正在被巨大工程 貫穿大通的風景縮影 它連通的湘雨高速 是長沙和重慶的往返時長 從幾天縮斷為幾個小時 十五年來 從北到南 長張高速 邵淮高速 長吉高速 張花高速 如同飛越的長龍 灌入大山裡的世界 湘西 湘西 大山深谷之地 正在被快速發展的人類工程改變 這是山林天地從未經歷的編劇 湘西 需要智慧來做更好的自己 年輕人最先感受到了這樣的信號 走在古城古巷中 是這座湘西古城中土生土長的新一代 三個九零後 賀珍芳、李鑫與楊歡 今天有難得的閒下約在一起 在這片乾淨天地中 輕快地逍遙 紅江城 明清時代 中國八十餘個縣城的巨商聚集在一起 創立了這座文明中華的城市 傳統 源於生存的要素 隨著歲月的沉澱和積累 逐漸浸透出文化的價值 世事變遷 商城的財富與繁華 早已煙消云散 年輕的後輩們 卻似乎能在這裡找到新的自我 在這裡呢 把我們古商城的基本情況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紅江古商城歷史有景 頂尼深厚 至今仍保存的明清建築呢有三百八十多個 賀珍芳畢業後 就回到了這座古城 他喜歡給來訪的客人 講他的家鄉 您在這邊所看到的是一家藥行福全堂 藤掌櫃生意興隆安 像我們的服裝都是以明清的一些服裝為主 就符合古城特色 然後別人一進來就穿越之心的感覺 像裡面有很多演織員就扮演相關的 像掌櫃的啊 標局的標詩啊 拔總啊這樣的角色 讓你從中能感覺到古城的這種氛圍 一個排解的地方 李鑫也在古商城中有著另一個時空的自我 在線古商時代的江湖門等 他的夥伴們都是土生土長的紅江人 表演就是說少笑演唱 別人逗我笑一下 我可能就是哈哈大笑 雖然不是科班 技巧也有些智能 但祖輩船下的行頭與佳學 讓他們的表演 總能喚起遊客們 與歷史的對話 學舞蹈的楊歡 劃成功 學舞蹈的楊歡 劃成功 她身在少星班 雖然我有一些朋友住在大城市工作 但是我也不覺得羨慕 因為我做這份工作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而且我能陪在父母身邊我覺得特別好 演員中最年輕的她很開心 能在家鄉找到自己的位置 是古商城中保留完好的昨天 給了這裡的年輕一代新的機會 撐開充實的一天 能夠在自己的家園裡做好自己 是的 家鄉不如大都市華麗 但萦繞著熟悉親密的氣息 她們的生活中有著現代的緊湊 在夜下江邊 又有著這裡傳統的心意 人類在有江水的地方安家 過著多姿多彩的生活 天還沒有完全亮 到了孩子們上學的時間 船夫開始划船了 雖然兩岸間早已有橋 但一家旅遊公司的進入 卻讓船和船夫不會歸入記憶中 湘西西側的茶凍村莊 這裡是電影編程的取景地 一百多年的時間裡 拉拉杜貫穿著人們的生活 一根鐵絲連接著江兩岸 用木頭掛在鐵絲上拖拽的話 就可以遊船 拉拉杜的意思 就是用手拉著杜河的意思 也不錯 拉拉杜是在湘西特有的一個傳統 今天這裡的人們仍然通過拉拉杜 去幹農活去約會 船夫和拉拉杜每天聽著很多故事 聽著孩子們的笑聲 又能聽到村裡人的生活 搖啊搖啊搖 搖啊搖 搖到外婆瞧 外婆叫我好寶寶 船夫與拉拉杜會永遠陪伴這裡的風景和生活 只要水流不停 拉拉杜就會一直傳承 數億年間 平靜的風景 由纜車掠過 從張家界市里出發 通過攬車 僅需十五分鐘 就能抵達八公里外的天門山 為了體驗這組世界最長的客運所到 很多人慕名而來 夜幕降臨 世界似乎靜止 連快速運送觀光遊客的攬車也停止了運轉 在安靜下來的張家界 另一群人正準備行動 他們是鎖到系統的檢修人員 上到沒有窗戶用鐵網做成的檢修車廂內 移托安全溝和保險裝置 他們在夜間開始工作 白天的天門山 充滿人生笑語 此刻 卻只有攬車運轉的聲音 中站中站 看一下G2站的安全線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 是的 那我們開始幹活了 康國林從事這項高空作業已經快十年了 他正檢查所到的連接裝置和自動裝置 藍車身後 張家界在閃爍 康國林的愛人和小孩 在下方的城市中都已辱夢 夜間的工作需要集中精神 雖然有輪班 康國林一周仍有四天 會在勛檢完後住在山上 雨雪無阻 雨雪無阻 第二天 早上六點開始進行早間檢查 檢查完電器和機械設備後 從六點半開始 113台藍車正式運行 藍車的運行一年365天都不能間斷 這片天地發散出的吸引力 其實正支撐這組規模巨大的鎖道系統 不停運轉 十年前很少看到外國人 現在感覺到處都是外國人 康國林很滿意這份工作帶來的收入 他也很喜歡琢磨複雜的電器設備 雖然很多時候他不能陪伴兒子 但兒子卻以他為榮 如果看到看著他 有時候看著會對我們招招手啊 互動一下 我覺得這個時候挺自豪的啊 康國林與他的小組 已經成為這個巨大系統的一部分 速度恆定地遇見著日漸不同的風景 天地的引力觸發著改變 身處其中 每一次擦肩而過 都是有緣 張家界 這裡的天空有人飛過 通過鎖道上到風底 或是直接從飛機上跳下 這是人類通過肢體控制展現的空中急速 近十年以來 國內翼裝飛行的愛好者 以及這項運動的世界級頂尖高手 越來越頻繁地在這裡聚集 為了瞬間的飛行體驗 雨雲的下方 這片地球上最古老石林的相遇 現代文明用這種方式 從空中擁抱這片山林 以一年計算的地質時間 和一秒來度量的當下體驗 兩種時間的跨度 在空中找到分割點 這裡是向西 這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向 就像這裡的大自然一樣 默默守護好位置 做著更好的自己 關於如何生活的問題 沒有正確答案 只存在不同的方向 希望這種文明的吸引與融合 不會中和掉這裡的傳承 希望湘西的精神 不會在打開的世界中迷失